那么很多球迷在勾手发球 有几个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握板 第二个是站位 你看 我们左侧下可以这样子去站 但是勾手发球这样子去站 通常就是没力 所以说的话 这个要调过来一点点 右脚的后脚可以调过来一点 你看这样子一发出来 它就有力了 这个是站位 那么第三个的话 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一定是核心来带动 看到没有 不要用手去这样子去捅 手去捅的勾手发球 一定是不能去干什么的 一定是不能去把我们的力量 核心力量合力发出来的 这是第三点 第一点是握拍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对不对 第二点是站位 对不对 第二点是站位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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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